37岁的王姓男子不想付停车费,尽利用停车场机车30分钟内免费规定钻漏洞,随便签了一辆停在路旁的机车进停车场,取得票卡将汽车开走,害爸爸挨告诈欺,但犯行最后还是曝光,经被新北地检署起诉。 家住宜兰的王南前年10月开着父亲名下的轿车北上,将车停在新北市中和取某停车场后离开,累积了2000多元停车费,却钻漏洞规避付钱,业者根据车牌号码提告,王傅因此事上诈欺官司。 征讯时,王傅表示车是儿子开的,并提出不在场证明,王南到岸也坦诚犯刑,检方调查后不起诉处分,另案侦办王南犯刑。 王南知道自己犯错,开庭时频频道歉,并表示有意跟对方和解,但检方安排双方调解后,他又必不见面,最后破局,被依诈欺得利罪起诉。 37岁的王姓男子不想付停车费,尽利用停车场机车30分钟内免费规定钻漏洞,随便签了一辆停在路旁的机车进停车场,取得票卡将汽车开走,结果害爸爸挨告诈欺,是意图非事件停车场,托报器资料照分享。